高雄三多商圈百貨淋漓 商伴大樓多 咖啡店基站也進入白熱化 站在路口轉一圈 就有三家咖啡店打對台 以整個三多商圈方圓500公尺 大圓百跟三多路 各有一家星巴克 其中一星路文恆路口 站況激烈 多那支金礦咖啡 濟洋咖啡 儼然成為一起站區 以烘焙業起家的咖啡店 眼前這上百種的 多種類麵包選擇 自然成了特色 光波羅麵包單品 一個月就能有5400顆銷量 連帶帶動咖啡飲品買氣 單日能夠賣出近千杯 來到室內座位 這邊已經坐了九成滿 正是從2000年 在高雄起家的金礦咖啡 自然有許多固定客源 老店也得創新 每逢節慶推出特色飲品 保持形象新鮮度 萬聖節就有這款 蝶豆花彩虹飲品 原來就有的兩家咖啡店 後起之受季洋咖啡 竟然敢加入戰局 當然就得拿出特色 我們烘焙的話 其實它最重要是在 它的新鮮度 新鮮度會有很大的差別 現場烘焙咖啡豆 遠遠就能聞到咖啡香 客人聞香而來 現烘咖啡豆講究的是 品質 新鮮度 做出市場區隔 品質 大概品質會優先 有麵包 咖啡 飲料 下午的點心 其實對消費者來講 都是很方便 就可以取得一下 其實我覺得要有位置 然後空間要安靜比較重要 咖啡豆衍生的黑金商機 各家利品特色 競爭接烈的一級戰區 消費者選擇更多 無疑是正面競爭 記者 季博士 賴比蝦 高雄報導